变化从哪里来的呢 什么人来主持这个变化 大臣教里面佛长讲 一切法了 我一心所信 我一时所变 这不是讲得很清楚吗 为什么会这么有变化 先 能信 能信 那所信所生这些法 它只会产生变化 那是时期的作用 第十八月 社方众生 三倍众生 皆是居富凡富 时期 这日本的一些高僧大德 第十八月所说的 没有说菩萨 也没有说阿罗汉 说十方众生 说三倍众生 这三倍 都是凡夫 六道凡夫 灵命中始 一念深念 都能我生 厚 佛云 如云小云 云小是寒苦 传净途中的 四十八大运 初 新为凡夫 后 今为三成圣人 换一句话说 阿弥陀佛 设无量寿金 设法如来 接受这个法门 普遍的 普遍的 红传这个法门 其目的是 普度 业障 深重的 反复 佛的心 就像父母的心一样 父母对儿女 祝福对众生 一样的心情 无不是希望 一切众生 早一天成佛了 这能成得了吗 答案是肯定的 一丝毫怀疑都没有 为什么 一切众生 本来是父 大臣金教里面 佛菩萨常给我们讲 一切法 从心向身 你本来是父 只要你现在心里 就像父 他怎么不成佛 所以凡夫成佛了 因念之间 真的是 因念相应 因念佛 念念相应 念念佛 问题 你肯不肯念 念什么 他就变什么 设法界 一正状怨 刹那刹那 才变化了 他不是定法 这世尊在大臣教里 常给我们讲 佛 无有定法可说 为什么 整个宇宙 这刹那刹那 刹那才变化 根本就没有定法 所以佛度化众生 也没有定法 变化从哪里来的呢 什么人来主持这个变化 大臣教里面 佛常讲 一切发了 为心所信 为时所变 这不讲得很清楚吗 为什么会这么的变化 心 能信 能寸 所信所生 这些法 它只会产生变化 那是时期的作用 是什么呢 是分别 是执着 那你就想想 不要想别人 想自己 我们的分别 无量 无边 我们的执着 也是无量 无边 所生的一切法 它不是定法 它是刹那生命 所以 刹那 随着众生的念头 它起产生变化 即时时 祝福如来 法身菩萨 硬化在六道里面 正如任言进出社里 随众生心 硬所知量 所以 福也没有定法 可说 随着一切众生的变化 福真的叫 恒顺众生 是随起功德 随身里面 又不变 随身是变的 我们凡夫 麻烦的就是 随着众生变 随缘随变 这就苦了 佛菩萨高明的地方 随缘不变 这人家唱 人家高明 什么语言都能随 是法界 一真装严 都能随 不变是什么 不变他用真心 什么是真心 真诚 清净 平等 真正 慈悲 这个不变 用很不变 这个舍克斯 就是金教常讲的 大菩提心 在四圣法界 用的是这个心 在仁天 在山图 在地狱 他还是用的这个心 一阵状严 天天在变化 刹那在变化 菩提心 不变 凡夫不行 凡夫随便 随着变 怎么随着变 随着外面境界 其情无欲 贪嗔 什么 这就变了 要知道 随缘随便 是造业 随缘不变 都不造业 佛经商 勉强称他 做敬业 其实如果说 是造敬业 还是对 舍法界的死神法界 那才叫敬业 舍暴徒里面 痕迹都没有 燃尽都没有了 那才是自信的起用 没有一样不诚信的 这是 如来的国体 我们要学佛 在学这个本事 这个本事在还原冠里面 就是前面第一句 随便妙用 那个妙用 是永恒不变 不着想 不但不着想 确实痕迹都找不到 可以说是 自信的起用 自信 空有两边都说不上 它不是物质 它也不是精神 只可以意会 也不可以运转 说不出点 言语道断了 在其作用的时候 唯一有责 也就是完全随身动身 在随身里面 其作用 其最恰当的作用 最殊胜的作用 最完美的作用 也不是没有定法 众生自私自利 它起的作用是大功不死 跟你相反的 众生心形 念念职责 贪嗔痴 它起的作用 也给你实现 念念都遵守 决定会 帮助众生求我 帮助众生回头 回到哪里 回归自信 回到信 那就是 唯一有责 它有原则的 这个原则的标准 没一定 因人 因死 因时 因地 这些变化了 它有个不变的原则 绝对是 利益众生的 确定是 引导众生 回头顺岸的 这个不变 方法 八万四千法门 这个 金宗念佛 也是一个法门 佛菩萨的态度 永远是 柔和之指 所以 他在 一切众生 面前 都能够得 大家的欢喜 你善人 喜欢他 卧人也喜欢他 这不讨厌他 这很了不起 人天欢喜他了 卧鬼出身 地狱也欢喜他 这做人做得 真圆满 这应该学习 柔和 柔是温柔 和是和谐 虽然温柔和谐 他不感情用识 他支持 充满了智慧 充满了智慧 一点都不糊涂 阿 妮 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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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